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下了一些公式 那如果下了公式之后 我不希望怎么样 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背后躲了一些公式 那怎么办 理论上应该是把 需要保护的部 当然第一个特别注意 第一个请你先做几件事 因为你把它全选 全选这边点下去 按右键出现格式 你先看一下 在最右边有个保护 它的预设是什么 全部都锁定 全部不隐藏 那锁定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打勾的 表示你要保护 那保护的话意思是说 不能够篡改 不能够变更 底下这个隐藏指的是隐藏公式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请你先把所有的那个 干脆全部都隐藏 全部都锁定好了 全选之后 按确定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呢 希望呢 做的效果是 把全部先保护起来 按确定 但是呢 有几个栏位不能改 B D F按Ctrl键 这几栏怎么样 是我们将来可以变动的 所以你再把这三栏 选起来按右键 储存跟格式 把这几栏的锁定 打勾取消 其实隐藏看你啦 其实隐藏不隐藏 好像没什么差别 主要是怎么样 这三栏是将来可以让使用者变更的 因为他要填资料嘛 其他是不能够让他看到 按确定之后 特别说先全选 先保护跟隐藏 只有这三栏 干脆两个都不要 不锁定也不隐藏 按确定 特别说这三栏 特别说做完之后 不是就生效 你如果要真的保护的话 请你切到教育 教育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记得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不输入密码的话 那 只要有新人怎么样 它按一下就取消了 所以特别说要按确定 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密码 按下去 他就直接取消 但是如果有密码 他如果不知道密码取消也没办法 OK 第一个 就是先设定保护范围 再到教育里面保护工作表 那我们来看效果 OK 现在理论上这边应该有公司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没有公司了 有没有 OK 那你想说上面会不会有公司 上面点下去 上面也没公司了 意思就是怎么样 全部都隐藏了 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们从别人那边拿来的资料 很多应该也有保护 因为奇怪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保护起来了 OK 但你也可以到教育里面取消看看 如果他没有加密码 马上取消马上看得到 但是如果加了密码 那很抱歉 只有他知道而已 那你也可以问他 密码是有加密码 可以告诉我吗 如果人家问你 你会怎么回答 我忘记了 是 好啦 反正这个当然是一种方法 工作里面当然很多 你都懂的方法越多 我觉得你工作 应该会有更多的 这个便利性 OK 好 那这边当然第一个 可是其他 那这BCBDE没有嘛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当我点选一个X 他还是可以怎么样 有没有 然后这个50 Enter 一样可以输 然后这边 但是能不能修改呢 他如果要串改 总数 按下去 哎 抱歉 没有办法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 在那个 你们 这样还蛮方便的 而且以后的话 他也不会做错了 他也不能乱改了 他只能动这三个而已 其他都不能动了 OK 不过呢 可能就是你的公式 可能就是要一直往下增加了 到30以后 如果没有 他这边就不会动了 所以怎么办 同学会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要一直增加 对啊 那可是为了增加的缺点 如果你拉的 列数越多的话 有没有 那当然你的档案越大 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有同学说 哇好庞大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的质量不多 你这样做 至少OK了 因为不然的话 你就要 第二种方案 就是要学习VBA 因为如果你不学VBA 就只能档案大而已 OK 那没办法 所以你这种取舍 很多东西就是 一个方案 真的就可以解决你一个问题 再不然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实在想不出来更好的方法 所以 为什么一定要学VBA 其实就是有其他的必要性 而且不只是学VBA 现在还有很多 除了VBA以外 还有衍生出很多很多的语言 可能还等着各位 以后我觉得这东西好像 就像说VBA 在我刚开始教这个课程的时候 对一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困难 不会有非 资讯相关的人员来学 以前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是变可能的 OK 那未来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未来这VBA变成连小学生都会 我觉得应该很有可能 就像网页设计嘛 在网路兴起的时候 大概20年前 网路刚发展的时候 同学还问说 问我说老师要不要学网路啊 或者要不要学网页设计啊 我那时候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 说你为什么不学 你如果不学 你早就没机会了 诶 鼓不起来 有没有 因为呢 技能只会越来越向前推 而不会往后走啦 不会说 我们现在来学一些传统记忆吗 学什么 学一些 像我那一天去那个 什么竹南去看蛇窑吗 那不是有烧那个 以前都是 器皿都是用一些那个 陶烧制的 那现在没有 你会把它当艺术品的啦 你不会把它拿来当生活用品的 对不对 因为回不去了 那现在当然你的技能也只能往前推进 所以特别之后一 如何 那取消当然你一定要有保护 如果你没有保护的话 而且不知道密码当然也没办法破解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希望档案变大 而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该怎么做 我先把它 不过特别之后还有一点 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这个 可是我如果 不想要 怎么样 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打什么 公式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破解呢 对 其实很简单啦 我好像在上一个这段的课程有提到 其实如果你要破解的方法很简单 那一 你把这个档案 我先把它另存 我好像没有意思 没关系 先存桌面好了 假设我先存一个桌面 那里面已经保护 二的话你有个方法 可以到云端 云端硬碟 那你可以云端硬碟里面 你自己找一个资料夹 或者是找一个地方 反正你就把它上传上去 我有个TEMP 专门是做练习的 你可以按右键 不过按右键之前 先确定齿轮一下 这边有个设定 确定呢 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Google的格式 那其实它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Essale传上去之后 转成Google试串表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保护 自动怎么样 破解掉了 那其实也不能讲破解 因为它没有对应的功能 所以它就自动把它拿掉了 拿掉了其实是等于 破解了嘛 所以有点像Google 它也非故意的 但是就造成就破解这个事实 那微软它目前应该不太知道吧 它知道也没办法嘛 所以记得一定要转换 然后呢 按右键把它上传 上传之后把它放 因为我刚刚档案放桌面 如果你要破解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会用Google的云端硬碟 然后把这个档案 传上去呢 它会以Sale变成什么 变转换自动帮你转成Google 有没有 它原来的那个图应该是这个 如果你有转之后 它会帮你把它转成Google的试串表 然后这时候你把它点两下打开来 对不对 再去点选公式会出现呢 你会发现喔 公式就马上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 就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再下载成什么呢 下载成Sale 下载有没有 档案下载成Sale 那又恢复了 所以其实这样绕一圈不就等于是 把那个里面的教育的那个保护工作表 给破解掉了吗 OK 所以这个是算那个最简单的破解方式 这也是无意中发现 原来有这么简单的 所以 所以是什么 老师你是从中的密码 可以被破解 那如果是那个档案的密码 这样被破解 嗯 应该是不行 喔为什么 我试过了 喔你试过 没有说每个都有啦 这个是有点像 呃 无意间的造成的错误啦 OK 这个他 那你说那个密码保护 我记得好像我试过啦 不过你也可以再试试看啦 我不确定 也许你可以传上去看看 如果你加了密码 会不会也破解了 说不定有可能啊 有类似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是无意中发现 当然 这个也不是正规的方法 只是说刚好 如果你工作里面遇到 有人隐藏公事 那又加了密码 而且他也忘记了 假装忘记啦 怎么可能又忘记了 那你 啊没关系 对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嘛 对不对 得到你要的东西嘛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讲的 所以 第一个哦 特别是E先全选 不过你要先取消 第一步记得全选 先确定一下 除了格式哦 保护里面 先全部打勾按确定 再把B 按Ctrl键 这三个按右键 除了格式 把这三个不打勾 只有这三个不打勾 再去做保护就OK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所以保护部分 其实 还蛮重要的啦 这个我想 所以你至少你要知道 怎么保护自己的东西 第二个你也知道怎么样 破解别人的保护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 我想你就可以 呃 那当然如果你知道 别人会这样的破解的话 说不定你还可以用别的方法 什么你不要 写公式 如果你用VBA的话 他就破解不了了 如果等一下我们来看 如果用VBA怎么做